小小黑猩猩小龐和拍檔的牛头犬詹姆斯 当人类的世界挑战当小帮手 尽管心中充满困惑 还是大步迈向前面的难关 小龐的梦幻成长故事 见其身黑猩猩小龐和詹姆斯的小帮手大挑战 上次为了好朋友鹦鹉玛丽摩 小龐成功地到宠物店买了鹦鹉的饲料 而且 这次任务得到的钱 是小龐第一次拿到的跑腿费 所以 这次的任务就是用第一次的跑腿费买东西片 顺利完成任务的小龐和詹姆斯从宠物店里走了出来 首先把买到的东西放到詹姆斯的背包里 可是袋子太大了根本放不进背包里面 没办法了 小龐只好自己拿 好 第一次得到跑腿费的小龐到底会买什么东西呢 没想到 竟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差距 詹姆斯突然狂奔了起来 塑膠带竟然拖在地上 啊 詹姆斯到底想去哪里啊 最后来到了 竟然会有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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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瑜烧的店门口 詹姆斯就是闻到竟然会有更多的香味 给吸引到这里来的 不过 连小龐也是 小胖要用跑腿费来买章鱼刷 小胖好像要用跑腿费来买章鱼刷 奇怪 小胖改变心意了 结果 神奇的扎姆斯又开始攻击小胖的皮包 那是星可皮包 好 那个跑腿好不容易得来的500元硬币 竟然滚到了自动贩卖机下面了 硬币好像掉到了它够不到的地方 小胖 你要去哪里啊 小胖把放在附近的木棒给拿了过来 好像打算要用这根木棒把钱给弄出来哦 木棒的长度是够啦 小胖 加油哦 木棒的木棒 卡 还没有 成功了 小龐順利拿回了跑腿費 這時候的詹姆斯正晶晶有味 吃著好心的客人分給他的章魚燒 小龐表情複雜的凝視著詹姆斯 為了不讓硬幣再釣出來 小龐把500元好好的放進皮包裡 然後 帶著新滿意足的詹姆斯繼續往前走 接下來他們碰到的是 這家水果店 小龐立刻把詹姆斯的繩子給套好了 看樣子打算去買東西喔 走進水果店的小龐到底要賣什麼呢 他竟然停在葡萄的前面 小龐選了一串看起來最甜的 走到櫃台打算付錢 歡迎 請 mean 不用客氣 約400元 小龐從皮包裡面拿出了 跑腿費500元印幣 請給它500元 他用跑腿费买的就是 他最爱的葡萄 看到这个情形的公泽先生 决定先一步回家 等候小庞他们回来 小庞从店里面走了出来 可是 他两手都拿着东西 根本就没有手可以去牵詹姆斯的绳子 他把两个袋子装在一起 小庞你好聪明哦 接下来只要拿着这个塑胶袋走回家去就行了 可是 又用错的 因为放了葡萄袋子变得更重 小庞只好用拖的 却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意外 小庞在公园前面停了下来 又要去公园溜达 又要去公园溜达 真是的 就直接回家去嘛 小庞好像有东西掉出来了耶 这不是你今天帮忙买的鹦鹉饲料吗 小庞 饲料掉出来了赶快停下来呀 好多好多 再帮忙碰到我 快点 大熬了 一帮忙碰到我 啊 出现了一大群的鸽子 整具在一起吃着小康挑出来的鹦鹉饲料 为了好有鹦鹉马力摩买的饲料 眼看着就快要被鸽子吃光了 就在这时候 鸽子们被詹姆斯的叫声给吓跑了 而小康则是 掉落在路上的鹦鹉饲料 已经一粒也不剩了 而塑胶袋里面 第一次背着新皮包上路的小帮手任务 树芹姆斯的影子 清理娱料 一招是怪不見鬼 树芹姆斯的灵状 都可以拐篮 incluso费猜 我们可以拐篮 二拓 叶玻璃 哥哥 不能理谈 第一次的跑腿肺所买的最爱吃的葡萄 这时候也一点胃口都没有了 小庞把变小的塑胶袋塞到詹姆斯的背包里面 近在眼前的家 突然让人觉得好遥远 公泽先生一脸担心地等待着两个小家伙回来 结果 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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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돼 Jeder 人在 我想到 creativity 我這個 萎莉,你吃東西? 那 sim 我靠紫莉莉, sunny the sky seek arri 漂亮 ジェームズが買ってきてくれたマリモちゃんのごはん どうぞ 食べて 食べてるよ マリモ的反應是 喜んでもらいたよ すごいすごいすごい じゃあね ではパンコタチンのオタチンで買ってきた無料だから はい 食べてください 第一次背着新皮包出任務 雖然一路上碰到了許多事 不过小棠 詹姆斯 还是辛苦你们了